各位觀眾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第一回合的比賽 悠悠對上奶龍 兩個選手都是連敗的狀況 不過奶龍這邊呢 是防守的部分 也沒有任何的一個地次 對 這邊對方 悠悠衝過來的時候 沒有LOE的組合 就是那時候只有一隻巨像 其實那個時候 我覺得這樣子的部隊主人 是有機會打 是有機會一打的 雖然人口是持平的 對 但是那邊真的是 沒有任何的地次 然後再加上你的丟蛋 和你的定身 是沒有做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分配 全部都丟在水旁 就走了 你就 掰 掰 30秒後見這樣子 你就哭哭 就只能落淚了 然後後來直接推過來 我覺得奶龍真的 後期的掌控 有一次兩隻引刀的時候 真的大家要留意 就是當你在潛壓前壓 發現怎麼都沒有具象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引刀了 是 對 好 那這邊呢 真是看到了 要對上的是悠 悠12勝15敗 4x44的勝率 不過悠目前也是一個 三連敗的情況了 好 身為第一個打敗過San的選手 要對上這個Sase應該算是 來台灣的洋將裡面了 San真的很強的一位了 他是神圖的選手 地圖是在風光明亮的Ohana 對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的 現在五點鐘方向 那這個是橘子熊的Sase 是紅色 紅色的神主 再來到十一點鐘方向 一樣是神主 是藍色 藍色的神主 那這是由於鋼鐵的灰 是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Sase 這位選手經典是25歲 他也並沒有娶新加坡小姐 他是瑞典人 他原來的名字叫做Kinghammer 那他有一些資料可以跟大家報告 特別是他是魔獸爭霸3的選手 然後轉到了星海爭霸2 那也有在韓國 這是一個韓國職業戰隊 對 有在那邊培訓 有比賽 另外呢 比較特殊的 他是在中國大陸有待過兩年 對 還有中文呢 多多少少會講一些 另外呢 就是他在今年的一個比賽 這開局沒事吧 目前沒有什麼事情 沒事 繼續報告一下 這個Sase在今年的國際的一個比賽 先講6月10號 他在MLG的那個比賽 他是拿到第四名 第一名 那個比賽的第一名呢 大家應該知道 叫做東拉菇 金針菇的弟弟 東拉菇 那東拉菇呢 拿的第一名是 75萬台幣 開玩笑 那第四名呢 他只有5500美金 就16萬5台幣也不錯了 對 其實也不錯了 也不錯了 然後另外呢 他在今年11月1號 上個月不久之前 在中國大陸辦的一個 IEF的比賽 International Ecology 文化 對 不是CUP好不好 簡稱IEF的比賽 這個叫做 國際電子文化節的比賽 在中國大陸辦的比賽 他拿到了冠軍 冠軍是1萬塊錢美金的獎金 相當於30萬平台幣 而在那個比賽 他四強賽 遇到的是我們的AK 就他以2比1贏了AK 不過賽後 三次很感謝AK 因為讓AK贏了一場嘛 那一場呢 AK用了戰術 後來他在冠軍賽 遇到土豆明 用一樣的 土豆明就用這個戰術 所以他就知道怎麼打了 黃慧明 中國大陸的選手 後來他在冠軍賽 打敗了土豆明 就拿了冠軍 那我們的AK去打冠軍賽 輸給了中國大陸的選手 TOP 後來我發現這個比賽 第一名就是Sasema 拿了1萬美金 30萬台幣左右 第二名 第三名都有獎金 AK第四名 一毛錢都沒有 對 總獎金全部分配給前三名而已 對 很多賽事其實都是這樣子 AK好可憐喔 一毛都沒有打到四強了 其實AK那裡是表現相當相當優勢 對啊 對 非常可惜 結果一毛都沒有 好 簡單剛剛介紹這個Sasema 近期的一個國際賽事 聽起來很威對不對 好像 那現在來看一下神打神 這個開局兩位 選出選手怎麼進行 對 兩邊都是一個雙兵 開的一個戰術 不過接下來雙方的 科技有了變化 我們看到先開會這邊 是星際之門 就是飛機場 那另外一邊我們看到 Sasema這邊則是選擇了 目光議會 對 那這其實是一個香客的喔 那其實Sasema這邊是壓制到了灰 在這樣子的一個開局情況之下 如果它升級是閃現追劣的話 那是基本上幾乎是玩客對方的一個 通常非常會選擇的是 鳳凰戰機的一個路線 對 好 升級閃現追劣 哇 很灰 那灰 它開一看你建飛機場 它的用意呢 它不怕人家真的就是做閃追 對 我們有時候會看一下 我說這有點像檢查 就是其實飛機場 你可以在開局的時候給予 機械造場就是 刻目光議會這一條 科技線 對 那其實這次想一想 那目光議會其實就比較壓制 就像我閃現追 就比較壓制非常 因為飛機場選擇 鳳凰就是機動性高 對 但是你機動性高 遇到閃現追劣一跳 哇 就直接在空中被擊落 對 你就尷尬 那來得及轉嗎 來不及了喔 對 其實放下去 你在神打神的時候 你要開局中央經濟 都很吃緊的情況之下 你要轉其實也來不及了 對 你一般來講 過去的時候 都是你剛才可能 蓋了兩三隻過去才發現 那你已經畫了大概三百 三四百瓦斯了 對 那其實對於 撒射這邊來講 就是完全幾乎是沒有什麼壓力 就可以開礦 甚至直接潛壓 就是 過去讓它過去來不及了 不過 灰這邊感覺想要直接 喔 它這邊要直接做潛壓 它這邊是要直接到前線一波 要一波打死對手 那就要來看 它有iPhone幾 iPhone3 三隻 鳳凰 並不容易 這一波並不好打 因為目前我看 薩瑟這個兵力 其實幾乎是沒有什麼操作空間的 你只能往後撤 我們看到這一個閃電隊過來 看到鳳凰都笑了 鳳凰只能過去 因為你只能 只能去前面做一個騷擾 你不可能回來拉人 因為你根本回來拉 也拉不死對手 你只能到前線做一個騷擾 我們看到他 立刻在家裡面傳哨兵 正面部隊直接做潛壓 好 薩瑟的追烈已經到了 灰的家門口 要按門鈴了 立場 隔 立場還不錯 你只能先隔一下 讓我們看到人口差10了 下一波 你就很難擋了 有沒有觀察者 沒有觀察者 還好再擋 要看稍微 能量多小 膜有多小了 對 再刷 再刷冰 這個灰現在很難打 這一個戰友選擇 直接被玩客的情況之下 真的是 那灰的鳳凰呢 它沒有死啊 就在那邊只能抬 灰的鳳凰現在在右下角 忙碌的跟 就是跟追烈玩樂 對 我剛剛有看到了四隻鳳凰 他舉了一隻起來 好 這邊直接傳上來 好 那你在前面玩樂 同時對方不想跟你玩了 對 真的是哀傷的鳳凰 鳳凰現在在趕回來 鳳凰現在趕回來 有沒有機會 這個如果你跑夠快 你鳳凰趕回來 趕回來了 舉起來 對 舉起來 好 舉起來 再舉 打不朽 再舉 好 再舉 再舉一隻 舉不停 舉不停 還可以舉 對 還可以舉 還可以再舉 一直才舉 還可以再舉一次 哇 太多追烈了 對 哇 你尷尬了 尷尬了 鳳凰 追烈比鳳凰還多 不過再 好 這個 這個舉這個舉 勉強舉一舉 對 我們能夠舉 就是 就趕快舉 對 好像已經不能舉了 對 現在只能存能量 後面又被迫傳了哨兵 當然傳了哨兵 就尷尬 因為你傳了哨兵 就表示你的兵 輸出是不夠 對 好 那你再卡 再卡 然後再傳 這完全是 對於 灰來講 這一場 現在已經是很難擋 你只能硬擋 那如果灰在前面 鳳凰早點回家呢 不要在外面玩樂呢 有沒有一點幫忙 其實你還是很難擋 當然你剛剛那邊 你可能是因為在前線操作的時候 然後Miss 讓對方導致衝上來 所以那其實這是 就是比較尷尬的事情 那當然你拉回來做防守的話 就比較不會發生這樣的一個失誤 對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哨兵能量不夠 所以有空窗期 所以其實 被衝上來了 對 好 又來 好 那哨兵有了能 鳳凰有了能量 我們又來舉人 好 再舉 再舉 很辛苦 忙碌 但是我發現兵力慢慢的不足了 哨兵有沒有力強可以放 哨兵 有有有 活動 有有有 好 稍微K一下 吸兩口空氣 對 但是有上面的視野 好 關壓者來了 關壓者來了 哨兵就比較沒有用 因為他會可以閃進去 對 因為他可以直接看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這邊的話 閃聲這邊就修操作了 魔套爭霸山的選手出身都是操作 非常非常喜歡 那我剛剛是說鳳凰有沒有早點回來 那如果他不要回來 留在那邊殺工兵 對 那你剛剛那波就倒了 就已經倒了 剛剛那波就進去 對 不管怎樣 你還是要回來 然後這邊的話 所以就最後的一個操作 好 再舉起來再打掉 好 留在那邊殺薩瑟的判射機 薩瑟也可以在那邊就深追獵 打鳳凰 對 其實你在那邊 你很難鬧到 因為你的鳳 因為對方只要傳 大概三隻追獵 你的四隻鳳凰就沒折了 對 所以一開始就注定飛去了 對 在你的科技走 在你的戰術走上 被玩客的情況下 真的是 真的是 就一念之差就 對 在神打神 有時候會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現在的神打神其實 就是 由於在頂尖高的人不太會選擇 就是 除非是確定對方的一個戰術走向 對 不太會選擇這樣的一個戰術 但比較少見 結果這邊 灰慢慢的 慢慢的被吃光 對 還有四隻 而且薩瑟已經開二礦了 主要是薩瑟開了二礦 對 人口單位數是一樣的 都是40 對 灰還是勉強守住 但是二礦牛會比較慢 又上來了 對 又上來了 鳳凰咧 來 來 舉一隻 對 舉一隻 剩下兩隻鳳凰 他這邊硬點掉鳳凰 因為鳳凰其實造成 他滿大的操作上的一個困擾 跑了 打著打著被抬橘子起來 灰也不能夠一直在生鳳凰 沒有用 沒辦法 你的經濟是不足支撐 那我們看到這邊 有閃現科技的一個操作 就會來得比較有操作空間 灰的追劣是不會閃的 對 但是基本上 因為數量還是足夠 數量還是比較多的地方 他還守住 他現在守住 那主要是薩瑟這邊 因為他家裡面 也選擇開始做營運了 所以 可是他就一直堵著你門口 灰也沒有辦法出來開二礦 他沒辦法 因為現在的部隊量 還是差不多了 那對方有閃現科技 那你其實這個沒有什麼操作空間 不過灰這邊的操作 其實還算相當不錯的 這幾波算是極限的防守 鬼手灰 看到人生跑馬燈 對 但是還是使命的做法 這邊有沒有 要再舉起來 沒有閃現的堆裂 去打沒有閃現的堆裂 這邊其實已經被 算是後面再傳 好 再十手 再操作 應該是無力毀天了 我們看到這邊 閃現這邊的兵力 越來越多 好 有沒有閃現的能力在身上 好像少棒要打全棒 對 平平都是追劣 但是平平你的操作空間大我很多 好 那這波應該是要帶走了 回到了GG 所以橘子雄隊的洋將 瑞典人薩斯隊 來台灣的第一場比賽 拿下了勝利 目前橘子雄是2比0的領先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